大家好,歡迎來到新視野,我是浩天 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 1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 就川普的總統豁免權問題提出的快速裁決請求 這相當於給川普送了一個聖誕大禮 與此同時,一個由前司法部長艾德溫·米斯謙德的團隊 向最高法院遞交了文件 對特別檢察官史密斯的任命提出了質疑 等於否定了對川普一系列指控的合法性 12月22日,星期五 美國最高法院發布了一份裁決書 否決了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的請求 裁決書只有一句簡短的話 說判決前的調卷令請求被駁回 為了說明這個案子,我們需要從兩個星期前說起 12月11日,星期一 史密斯越過華盛頓特區上述法院 直接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對川普的總統豁免權 進行快速權衡,以確保安元計劃在明年3月4日 即共和黨初選超期星期二的前一天 對川普一料事件的案子進行審判 以達到影響美國大選的目的 最高法院當天就做出了回應 表示會加速考慮史密斯的請求 並要求川普律師在12月20日前做出回應 12月20日,川普律師在最高法院要求的最後一天 遞交了文件 端促最高法院駁回傑克·史密斯的請求 律師說,川普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 所犯的所謂罪行,享有總統豁免權 不應該被聯邦起訴 律師們在文件中寫道 在234年的美國歷史上 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因官方行為而面臨刑事起訴 直到19天前,還沒有一家法院 審理過是否存在此內起訴豁免權的案件 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家上訴法院審理過這個案件 這個問題是最高法院被要求裁決的 最複雜、最錯綜和最重大的問題之一 川普律師指的19天前,是指12月1日 奧巴馬任命的華盛頓地區法官塔尼亞·邱德凱 撥回了川普律師提出的動議 動議認為,總統在任期間所做的事情 受到總統豁免權的保護 並要求法官撤銷川普意料事件的案子 隨後,律師們向華盛頓特區的 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同時,史密斯也向最高法院提出快速裁決的請求 12月20日,川普律師在給最高法院的文件中還寫道 特別檢察官的要求可能會因黨派之爭和玷污版法院的程序 並稱,史密斯正在將最高法院脫落政治叢林 律師說,特別檢察官端促法院放棄受人尊敬的審慎原則 跳過上訴審查的普通程序 倉促就美國歷史上最新穎、最複雜、最重大的法律問題之一做出裁決 在此過程中,特別檢察官試圖讓法院捲入一場 黨派基於對法院可能做出的一些最具歷史性和敏感問題的判決之中 最高法院應該拒絕這一請求 第二天,12月21日,史密斯大概意識到了自己的案子將被革職 於是,他給最高法院又遞交了一份文件 稱,就豁免權問題做出決定符合美國的迫切利益 史密斯說,美國訴川普案即使不是最重要,也同樣是重要的 本案涉及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基於前總統在任期間的行為 對他提出刑事指控 而且,不僅僅是任何行為 而是據稱是,通過破壞憲法規定的認證選舉合法獲勝者的程序 來延續自己的權利 就對這些指控的豁免權做出裁決 如果要對這些指控進行審判 則應通過定罪或宣判無罪的方式解決 不得無故拖延,這符合國家的重大利益 史密斯所說的國家重大利益應該指在大選前給川普定罪 12月22日,最高法院就做出了回應 直接否決了史密斯的請求,沒有任何評語 也沒有透露對這一案子的投票結果 那麼,最高法院的做法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分析可能透露了兩個信息 第一個信息是,最高法院不想過早地干預這個案子 避免卷入一場政治風暴 就如川普律師說的,史密斯正在將最高法院脫落政治叢林 而這正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布茨一直希望的 去年,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伊蘇維德案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裁決書洩漏後,最高法院就遭受了民主黨人和左派的瘋狂攻擊 顯然,最高法院這次採取了迴避的態度 迅速否決了史密斯的請求 既沒有拖延下級法院的審理,也避免被政治對手攻擊 現在,這個案子又回到了上訴法院 由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巡迴上訴法院對總統豁免權的問題做出裁決 口頭辯論將於2024年1月9日開始 到時,川普將出席聽證會 現在,左媒開始攻擊最高法院不受理案件 並稱首席大法官羅布茨只注重公眾形象 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正得下降等等 12月22日 CNN以50年前的水門事件為例 含蓄抨擊了最高法院 1974年 最高法院就美國訴尼克松案進行了早期干預 以確保時任總統尼克松扣留的證據可用於刑事審判 整個過程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第二個信息是 這個案子可能對川普有利 在華盛頓上訴法院 將有一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做出裁決 該案件的專家組包括兩名拜登任命的法官 和一名由老布什任命的法官 如果裁決對川普不利 他將向最高法院上訴 在美國最高法院 受理上訴的案子需要獲得至少四名大法官的同意 被稱為四人規則 如果大法官同意受理某個案件 該案將進入審理程序 包括審理案卷 聽取口頭辯論和最終做出裁決 需要說明的是 最高法院有很大的自主權來選擇受理哪些案子 並且每年受理案件的數量相對有限 然而川普是否享有總統豁免權的問題 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只能由最高法院最終做出解釋和裁定 但不管如何 最高法院都不可能在本届任期內 再次審理史密斯的案子 這樣客觀上給了川普很大的迴旋空間 最終可能導致整個意料事件的案子被拖延 讓史密斯干預選舉的企圖部分或者全部落空 有意思的是 最高法院選擇在聖誕節前做出對川普有利的裁決 很可能是一個先兆 最高法院的最終裁決可能對川普有利 星期五 川普在真相表明上慶祝了這一勝利 他說 最高法院一直駁回了精神錯亂的傑克史密斯 企圖破壞我們偉大的憲法不顧一切的企圖 狡诈的喬拜登和他的黨羽們等了三年才提起這個虛假的案件 現在他們試圖通過法院匆忙審理這場政治迫害但失敗了 川普還說 我當然享有總統豁免權 作為總統 我有義務和責任 對2020年總統選舉中的舞弊和偷竊行為 進行調查並發表看法 我期待著在華盛頓巡迴上訴法院 就總統豁免權進行非常重要的辯論 讓美國再次偉大 俗話說 物極必反 極左檢察官對川普的迫害 喚醒了越來越多的正義人士挺身而出 12月20日 美國前司法部長艾德文米斯 法學教授史蒂文、卡拉布雷西和加里勞森 一起向最高法院遞交了一份法庭自由簡報 不僅要求最高法院 博徽史密斯加速審理的請求 並對史密斯的任命提出了質疑 米斯曾在羅那德里根總統任內 擔任美國司法部長 他在法庭自由簡報中說 捷克史密斯沒有以法律和憲法的方式獲得他所謂的特別檢察官的權利 因此缺乏在聯邦法庭代表美國的資格 換句話說 拜登司法部對川普的起訴再次違反了基本法律 2022年11月18日 就在川普宣布競選2024的第三天 司法部長任命史密斯為特別檢察官 對川普的機密文件進行調查 今年6月 史密斯提起了37項刑事指控 今年8月 史密斯又以意料事件對川普提起4項重罪指控 米斯表示 普通公民捷克史密斯沒有權利進行相關的起訴 版院應該駁回史密斯在審判前要求調卷的請求 理由很簡單 他沒有要求調取調卷的權利 簡報還提到了4位最近的特別檢察官 其中包括調查通俄門起源的約翰·達勒姆 他們都是通過適當的任命認知的 然後米斯在簡報的最重要的一段 解釋了與史密斯任命的不同之處 聯邦法規和憲法不允許的是 司法部長任命一名從未得到參院批准的普通公民 以特別檢察官的名義 代替聯邦檢察官 這一任命是非法的 由此產生的所有法律行動也是非法的 米斯和他的同事總結道 史密斯沒有批上聯邦政府的權威外裔 他是現代裸皇帝的典範 由於任命不當 他在最高法院代表美國的權利 不比布萊斯·哈勃 泰勒·斯威夫特或傑夫·貝佐斯多 星期三 大法官尼爾可薩奇的前法律助理麥克戴維斯 在X平台上發布了法庭自由簡報的副本 他寫道 拜登試圖將川普終身監禁 而不是在2024年11月5號面對他 這一舉動剛剛遇到了一個可能致命的法律障礙 一、傑克·史密斯被認為為特別檢察官是否合法 二、聯邦法院是否有管轄權 英語中有一句古話叫 《玩愚蠢的遊戲,贏得愚蠢的獎品》 意思是 如果一個人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就應該預料到會產生負面後果 12月19日 克羅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定 禁止川普出現在該州的選票上 這一做法的反作用正在回到拜登身上 12月22日 三位搖擺州的共和黨中議員 包括賓夕法尼亞州中議員 亞倫·伯安斯坦 亞里桑那州中議員科里·麥克加爾 和喬治亞州中議員查理斯·伯德 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宣布 將喬·拜登從喬治亞州、亞里桑那州 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選票中剔除 聲明說 激進的民主黨法官 將塔納德·川普從克羅拉多州的選票中 除名的荒謬行為 將成為美國政治制度幾十年來的一個污點 根據他們對法律的解釋 喬·拜登百分之百沒有資格競選政治職位 議員們表示 民主黨罷免川普的瘋狂理由 也可以很容易地施用於喬·拜登在南部邊境的叛亂 以及他涉嫌與中國進行腐敗的家族企業交易 議員們說 投票將川普從選票中移除的 科羅拉多州法官改變了遊戲規則 我們不會做事他們摧毀我們的共和國 不過 提出總統候選人需要複雜的程序 三名議員想要成功將拜登排除在外 現實可能性非常低 特別是在賓夕法尼亞州 民主黨在中院佔多數席位 民主黨人擔任州長 在亞里桑那州 共和黨雖然控制著參眾兩院 但州長是民主黨人 而在喬治亞州 州長是共和黨人 並控制著州議會兩院 但是州長會不會這麼做 同樣讓人懷疑 不過 代表們的目標是 揭露科羅拉多州決定的荒謬 並希望所有候選人 都能出現在選票上 由選民 而不是由法官來決定 誰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而對於最高法院來說 作為民主和法治的最後堡壘 他們再也不能迴避 美國真面臨的重大問題 目前在美國最高法院 保守派大法官 以6比3領先於自由派大法官 他們將做出怎樣的裁決 既是責任 也是對良性的考驗 好 謝謝大家 再次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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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